众所周知,中国最出色的战机岩世人才,都集中在陈飞和沈飞这两大公司之中,但是随着歼20战机的问世和入役,以及歼10战机的改变升级, 陈飞在与沈飞的禁定中,似乎占据了上风,不过,作为中国企部最早的航空公司之一,沈飞的底居仍是十分雄厚的,近几年在殲-11、殲-15和殲-16的研发上所获得的成功,也让人们见识了共和国长资的实力,特别是最近,一张殲-11B战机挂在霹雳部15导弹的照片,更是让许多人惊喜不已。 这个消息,最早在一次军演中披露,当时俄罗斯媒体就曾推测殲-11战机上所搭载的可能就是霹雳-15导弹。 这款导弹的体型巨大,远超目前仅20的主力导弹霹雳-12,人们只能够从军演视频和航展模型上,了解它的冰山一角。 如何评论霹雳-15呢? 引用美军官员赫博特·卡莱尔的话,霹雳-15可以对美国空军造成严重威胁,比美军的导弹射程还要大,可见其水平是非常出色的。 当然,对于美国人来说,迅速崛起的中国空军,已经足以让其感到不安了,适当夸大中国武器的水平的情况是存在的。 但是对于霹雳-15这样一款,被配备给舰20而诞生的导弹来说,它肯定不会是性蒙平平的货色。 作为超远程空空导弹,霹雳-15的目标正是敌方的战机。 由于有着超远射程,因此,在超市去作战成为战争主。 流方向的当下,它的发挥空间,可以说是相当之广阔,配合上尖20战机的有缘相抗雷达,足以成为任何被武代机战机的噩梦。 即使是类似F-22和F-35这一类的先进武代机,在霹雳-15面前也必须小心谨慎,否则一个失误,就有可能会被击落。 虽说霹雳-15被认为是配备着歼-20战机的导弹,但是目前来看,歼-11战机也有在装备这款导弹。 这说明中国现在仍在对这款武器做调试,希望能够在歼-11身上取得一定的成果之后,让霹雳-15能够更好地与歼-20进行配合,发挥自身的长处。 可以说,想这样的事情未来还会屡见不鲜,在歼-20战力尚未成型的当下,中国空军发展的摸索之路,仍是十分漫长的。 在现代战兵中,夺取制空权,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,拥有制空权的一方,可以小紧地了解对方地面部队的调动集结,关键设施和战略标的情况等等,可以说能够最大程度地将战争迷雾消除。 这也是为了中国这些年,坚决要发展强大空军的原因所在。 当然,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已经有了那样的经济实力,去支持空军的发展。 从中国所处的环境来看,缺少一支强大的空军,将会使得国防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,中国的陆军和海军,也将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来自空中的威胁。 如果仍然依赖坚实和坚实义这些此待机,只能够确保自身领土的安全,无法将威胁拒居国门外。 而坚二十则不同,它是足以对这些威胁造成犯威胁的,特别是在配备了诸如霹雳富十,霹雳富十二,以及霹雳富十五等众多出色的导弹之后,任何对中国有着悲愤之想的国家,都必须认真考虑,几方空军能否承受住来自坚二十的怒火。 住着,聂子 住着,聂子 住着,聂子